鼠蛇人今年立春以后,年纪是几岁? 1941年,鼠蛇人今年是83岁。 1953年,鼠蛇人今年是71岁。 1965年,鼠蛇人今年是59岁。 1977年,鼠蛇人今年是47岁。 1989年,鼠蛇人今年是35岁。 鼠蛇人2024龙年运程方面, 鼠蛇的人不论年纪,都要注意的是, 龙年对鼠蛇人来说,虽然无冲无客, 但今年还是会有一些挑战。 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太快,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在变化, 而且通货膨胀,工作也越来越不好找, 薪资也越来越低, 鼠蛇人他们有时可能过于保守和固执, 不愿意接受新的观点和想法。 这可能会限制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今年是鼠蛇人辛苦的财年, 对还在努力赚钱的鼠蛇人来说, 龙年虽然赚钱, 但是想要一步就富裕发财, 真的是有很大的难度。 鼠蛇人今年整体收入不稳, 有高有低, 对自雇一族来说, 最为直接影响, 因鼠蛇人收入必然能因工作量上升, 而会相应增加, 但也只是算多劳多得而已, 其次是从商者, 因工作忙了, 接触客户的机会多了, 造成生意的机会必然增加, 收益自然相应增多, 为收入稳定的上班一族, 不会因一时的工作量上升, 而令收入有所改变, 可能只是图天忙碌而已。 又因鼠蛇人今年肠胃容易出现不适, 忙碌的工作压力, 亦会为肠胃产生坏影响, 故在忙碌工作之余, 切记要争取多些休息时间, 让压力得以舒缓。 鼠蛇人健康方面, 因今年雄星有剑锋浮尸, 这两颗雄星对冲命工, 故鼠蛇人生效意见损伤, 在工作上或生活中, 如果有职业伤害或交通事故的灾害, 有一半也是因为这两颗损伤星宿影响之故, 故今年农历四月, 九月刻意捐血, 洗牙以应天时损伤, 且鼠蛇人驾驶者在这两个月亦要小心驾驶, 以免酿成意外。 今年鼠蛇人对应甲晨龙年, 运势属于无冲无客, 是鼠蛇人相当好的年份, 今年鼠蛇人只要注意腹部, 肠胃部分的就有疾病, 不要恶化, 定时吃饭, 定时休息。 不过, 其实鼠蛇人消化系统, 终其一生都要小心, 鼠蛇人在饮食上常常喜欢暴饮暴食, 也不定时吃饭, 这是鼠蛇的天性, 大概率鼠蛇人一生也无法改变, 鼠蛇的人还应该注意自己的情绪管理, 避免过于冷漠或情绪化。 总的来说, 鼠蛇的人具有独特的性格特质和命运, 他们聪明, 机智并且有着坚定的信念, 这使得他们在各个领域都能取得成功, 唯独在人际关系上, 鼠蛇人虽然圆滑且面面俱到, 但还是容易给人心机重或城府深的印象。 总的来说, 鼠蛇人今年运势属于中上, 只有在健康方面, 需要再次提醒叮嘱鼠蛇人, 2024年鼠蛇人的二黑巨门星将临到东南方, 这代表着鼠蛇人疾病和病气的方位。 在九韵离火当令时, 这颗星是去好坏参半之星, 但失令时是雄星, 因此鼠蛇人应该特别注意保持这个位置的整洁, 避免摆放垃圾杂物, 若是放置污秽之物, 会导致鼠蛇人生病或精神不佳。 同时不只是风水问题, 居家环境本来就应该弄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这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状况才能得到保障。 建议鼠蛇人家中可以摆放 驱邪去负能量的盐精或铜织物品, 鼠蛇人家中既摆放水种植物, 积水植物在室内容易发臭影响运势。 2024年鼠蛇人的破财味在正南方, 龙年的七尺破军星飞临到正南方, 这方位代表着破财、 劫财和漏财的方位是鼠蛇人的退财性。 在九运离火当令时, 这个方位对于旺盛的行业, 如与火相关的事业是有利的, 但在破财位我们应该避免摆放垃圾杂物, 小心钱财损失, 并避免招惹口舌是非。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一位禅师说过, 人不得不来, 也不得不走。 来, 是因为红尘当中有自己的缘分, 我们需要顺着缘分的引导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去, 是因为红尘当中的使命已然完成, 我们就该悄然离去了。 红尘法师在临终前感慨去去就来便是如此, 生与死, 死与生, 那是同时进行的。 一缕缘分消失了, 另一缕新的缘分又会出现。 说到底,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赎罪的。 有些债, 我们需要偿还, 有些事, 我们不得不做, 有些罪, 我们只能逆来顺受。 至于这赎罪的经历到底好不好, 是否有意义, 那就要看自己的悟性了。 但还是要说, 存在集合里, 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人, 降生红尘是来赎罪的, 把这几种罪承担完, 就该离开人间了。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 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人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 就随风消逝了, 就跟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一样。 古时候, 秦始皇扫灭六国, 统一天下, 这是他的天命, 但他五十岁前就走了, 汉朝名将获取病风狼居须, 千古无二, 但他二十三岁就没了。 近代, 法兰西的拿破仑进行了多次战争, 差点统一了欧洲, 但他还是失败了, 这是他的命运。 苹果的乔布斯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品牌, 但他五十来岁就患病走了。 普通人, 也许很难感受到这种与生俱来的使命, 但在名人身上, 其命运的轨迹特别清晰, 要么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 要么创立什么样的事业。 为什么普通人很难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呢? 要么是阅历不够, 要么是还未碰到一定的时机, 只能说, 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 不妨慢一点。 早早完成, 不过是早早归去罢了。 有人提出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小说和电视剧的结局, 都是大团圆的结局呢? 为什么现实中的结局, 都比较悲剧呢? 人们越是缺乏什么, 就越是期盼什么。 现实中没有大团圆的结局, 人们就幻想小说和电视剧中有大团圆的结局,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 现实中之所以多是悲剧, 就是因为生活存在酸甜苦辣咸, 各种滋味混合在一起, 又有多少人可以感觉到甜呢? 所谓人生不如意识十之八九, 没有多少人可以得偿所愿, 也没有多少人可以顺顺利利地过完这一生。 正如李淑彤所言, 悲心交集。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道场, 我们都是道场中的修行者, 能够修到什么程度, 全靠自己的本事了。 不要抱怨生活有多苦。 人生其实很短暂的, 短暂到你还未经历一番酸甜苦辣, 就只能从这里谈到的债务, 不是日常所指的物质钱财的债务, 而是我们跟不同人的债。 比如, 我们会遇到情债, 会遇到前世今生的仇债, 会遇到涉及命数的命债, 这些债, 只有我们没想到的, 没有现实中不存在的。 就拿情债来说, 你欠了某个人一段情, 也许你就需要用半生的时间去偿还。 哪怕你损失不少, 事后还抱怨遇人不输, 也没啥用, 因为这是你必然的经历。 幸运的, 便是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而不幸的, 便是一段情来仇恨生, 到老街是陌生人。 至于什么仇债, 命债,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欠了谁, 那你就要补偿谁。 你惹了谁, 那你就需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债, 还到了一定的程度, 人就该走了。 你我皆是红尘中的一份子, 因缘分而生, 也因缘分而去, 谁也阻不住, 谁也改不了。 岑石强教授说过,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属于他的卦象, 把这些卦象走完, 那他就卦了。 当然, 有些人把这个卦象全部走完才离开, 有些人走了一部分就离开了。 岑石强教授还举例, 比如说清朝时期的康熙地灭敖拜, 平三番, 收台湾, 拜嘎尔丹, 一生欲强则更强, 但为人谦逊, 走完了牵挂。 每个人的人生都对应着一个卦象, 但身为当事人的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所谓不知如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就是这个道理。 命运真实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走。 至于能遇到什么, 会遭受什么, 这就要看自己既定的命述了。 再比如刘备从47岁开始到62岁并逝白帝城, 仅用15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潜挂。 在抗龙有毁后, 蜀汉就没落了, 他三分天下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对于自己属于什么卦象, 我们不用太纠结, 顺其自然去做人, 其实就没啥问题了。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